在选举都应该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是什么 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如果跟原来的标准不一样 那就是有问题 话说的这么重 就是因为平面媒体报道 九互一选举国防部将打破惯例 不启动选举专案轮修机制 也就是说国军将保持最大兵力 在营轮值 理由是共军基建在台海周边 国动频繁 确诊者不能打疫苗 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讨论 到现在也没有新的做法 比较韩国 用空间跟时间来分批投票 同样的一难也可以 但是为什么不做 国防部也好相关单位 他们有应用特殊的考量 我想我们也尊重 只不过国防部澄清一切如常 国军以战备训练为本务 确保台海安全 也要兼顾个人投票权益 将配合经常战备任务 采建制轮修 也就是说即使是战备部队 还是可以轮流投票 只是交接时间 调整到十二点实施 上午投票后 必须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回营 接着再换校轮修 出营投票 除外的只有载空载航部队 因战备仍然无法投票 采取建制轮修的方式 那么将本周战备部队的交接时间 调整到选举当天 腰两洞洞来实施 大家还是要相信专业 这些东西确实有它的敏感性 共军侵扰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有国军弟兄都非常的辛苦 希望所有的都可以投下 他们神圣的一票 相信我们的国防部跟国军 一定有能力 让我们的民主选举正常来进行 此外内政部也修法调高 义务役军人作战死亡维纹金 由120万调为180万 因供死亡维纹金调高为150万 作战因供自身心障碍责案等级调升 以平衡义务役军人 与替代役亦难权益 TV新闻吴俊文林家会 台北采访报道